新城乡公所18号上午在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举办了新城乡儿童娱乐成长营 慢波两一下成果展 儿童娱乐成长营是新城乡乡长合理台 为了让乡内学童在暑假期间能够有多元课程学习体验文化活动 内容以培养学生多元学习创新思维 以及未来的学习竞争力 让学生在暑假期间能够活学活用所学 安排族群语言学习的基础 同时激发学生创造力 让他们在暑假期间有共同的欢乐以及记忆 民族民事务所营造多元游学环境 规划多元学习内涵 增进学生学习 兴趣采谈性式课程教学 留课程辅导 辅导律动 创统乐器木琴学习 所组于物理实验学习 美老实作等等 启发学生们创造力以及思考力 另外藉由活动的设计 培养孩子们从独立中 学习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能力 在过程当中高年级学统会主动 带领学弟妹们 间接也培养出未来的领导者 大家休息时间到这个地方来祭修 来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 这是非常难等的一个机会 这一次在严守的阻断之下 谢谢一位家产的支持 将你们的百倍送到这个地方来 尤其我们六二爷 委员长 把这个六二爷的观点非常地好 习绕 习绕是什么小妹子 什么 你什么都知道 你吃过没有 好不好吃 独立是什么 糯米 独立是什么 糯米 你看小朋友很带 独立是什么 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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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糯米是什么 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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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家长会表示 原住民事务所扮演的暑期娱乐成长营 两校活动由去年开始 活动能够让参与的学童们带着满满喜悦的回忆 并且结交认识许多新朋友 希望家长们与学童们互动的时候 多受足以表达 认识文化 并且鼓励考取足以认证 未来在升学或是就业上是优势的保障 虽然短短一季的暑假 却能够培养学生们多元学习新思维 并让亲子欢乐分享暑期的成果 记者就很容易先要导